节日记到来前夕,苹果公司在10月18日举办了线上发布会 揭晓了最新款笔记本电脑、家庭音响、无线耳机等产品 今年9月,苹果刚刚发布了iPhone 13系列手机等其他新品 18日发布的新品中,最受关注的是14英寸和16英寸的笔记本电脑 这是苹果发布的性能最强的笔记本电脑 其售价分别为1999元和2499元 新的笔记本电脑将采用苹果自研新品Me Pro和Me Max 续航时间最长达到21个小时 中央处理器速度最快可以达到旧款的3.7倍 图形处理器速度最快则达到13倍 另外,电脑显示屏也得到升级 Mac笔记本电脑第一次配备了XDR显示屏 视觉效果和色彩更加出众 而LCD面板有一定的扩大 黑色边框部分缩窄了60% 其他显著变化还包括苹果改变了此前雷霆寺接口的模式 重新变回了MacSafe、磁吸接口、耳机插孔、SD读卡槽、HDMI等不同种类的接口组合 另外还取消了键盘最上排的触屏面板 取而代之的是整排功能按键 疫情期间越来越多人使用Zoom等线上会议软件 苹果配合这一趋势将前置摄像头的分辨率翻倍到1080p 在低光性能下的表现也提高了两倍 苹果18日还发布了第三大AirPods无线耳机 和旧版相比电量更持久、充电速度更快 支持空间音频环绕声、增加了抗汗抗水功能 另外苹果还发布了家庭智能小音箱HomePods Mini 一共有5款颜色可以通过Siri进行声控 发布播放音乐等各种指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